把那刹车给粘住了还是什么情况 怎么走动了 老天们现在天气真的越来越冷了 现在都十点多了 看这个车里面感觉还是有点凉 所以接下来咱得赶紧往南走 不能 这么冷的天还有蚊子 还有蚊子呢 车里面 咱得赶紧往南走了 不能再卖油油的了 这马上到十月份了 过了国庆之后那更冷 看一下昨天还休息的地方 昨天咱看一下老铁们 昨天咱就是在这个地方休息的 把车停在这个墙边上 这旁边都是大树 怪不得咱那个车里面现在还很凉 反正没有太阳 这也不算小区 反正是一个就跟工厂的宿舍差不多 咱昨天晚上就天然在休息了 好了 接下来咱继续出发 继续前往西藏 他这个镇上有一个大集市啊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赶集的日子 咱过去看看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不知道连那个集有没有结束 BBQ了兄弟们 这个农邦市场没人 可能今天不是赶集的日子 还是现在已经十点多太晚了 那没办法了 咱看看找个超市吧 找个超市买点菜吧 菜没买上 咱拿着桶先到里面去打点水 这里有个洗手池啊 可以在这里接点水 这个水很清啊 老天呐 直接应该是能喝的 不是低下水 就是自来水 水现在已经打好了 但是这个菜还没买 我转了一圈 没办法 咱往前走吧 到前面看有没有卖菜的 或者是咱直接到盐 现在距离盐也不远了 今天可能吃饭 又得晚一些了 因为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 拍拍拍身上的灰尘 承索疲惫的精神 远方也许今时坎坷路 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早就习惯一个人 少人关心少人问 就算无人为我赴青春 至少我还抱有一分针 拍拍身上的灰尘 承索疲惫的精神 任方也许今时坎坷路 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莫笑我是多清楚 莫一成百论英雄 人的遭遇本不同 但有好心壮志在我胸 嘿哟嘿嘿嘿哟嘿 万那山高水也深 嘿哟嘿嘿嘿哟嘿 也不能阻挡我分前程 嘿哟嘿嘿嘿哟嘿 忙忙会值得旅程 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这一会儿没看到 好像咱又走错路了老天们 幸亏走了不远 也就走了几公里 再往前走走就越来越远了 我赶紧掉头了 引以偏航 以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完了兄弟们 我要选这个导航又给咱导到这个荒山野岭来了 刚才呢走错路了 然后呢掉头掉头 然后导航上走这条路 这一路又是山啊 这位全是山 又是那种洋长小道 哎呀不知道这个路啊 前面有没有那种泥巴路啊 要有泥巴路咱又废了又得掉头 啊这边还好这边是水泥路 咱现在又变成小乌龟了啊 一点一点的往上爬 不过走山里面的路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车少 你像咱走那个国道省道啊 那个大货车太多了 很危险 咱走山里面啊就是慢一点吧 就是这个弯路比较多 坡也比较多 咱就慢慢爬吧 而且山里面的环境还好 真的 环境特别好 看这叫环境 真是青山绿树啊 这个坡有点多 有点多 咱有爬巴挡都降到20多了 不行 这里做S型了 不行了老铁们 咱那一路啊 又是爬那个大坡上来的 得让车在这休息一会儿了 咱那好几天没充电了 车也没多少电了 现在就还40%多的电 而且这一路爬坡特别费电啊 全是崇山峻岭 这里好像又有这个塌方的 真的是塌方 塌了一个大坑 深大概有三米多吧 三米多深 但是主要就是宽啊 很大一个面积 是在路边上 不是在路上 不知道前面路怎么样 反正这一段走的还可以 这一段都是这个 滤青路面啊 基本上没车 走这一段一辆车都没约见 再让咱那个电机也休息一下 这一路破爬的 已经很烫了 现在电池的电压已经掉到六十多伏了 正常情况下 充满的话它是六十是七十一伏 现在已经掉到六十一伏了 而且啊 现在是停车的状态啊 一开起来啊 爬坡的时候 基本上就五十多伏了 快没电了啊 因为好几天没充电了 这几天一直在山里面转悠 然后再加上走回头路 然后走错路 反正耗了不少电 走了 一开起来 直接掉到五十多伏了 刚才刚启动 这个地方有很多那种挖石油的 很多很多 全都是这种 这应该是挖石油的 这里有个急下坡 急下坡 那又考验了 100米后路口要转 这又得考验了 那刹车了啊 好歉 我去 这上完坡之后 又连续性的急下坡啊 不行 再歇一会 受不了了 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啊 急转往往下下坡 连续性的 太狠了 看这种坡 这种坡 咱这个车根本就受不了 人站在这个坡上 真的 就直接就往后倒 爬坡费劲 下坡也费劲 山里面的路 是真的不容易啊 老铁门啊 现在刹车得滚烫滚烫 这个位置还好 估计里面会很烫 我都闻到一股 就是胶皮的味道了 味道特别大 就跟轮胎烧焦了 那种味道差不多 前刹后刹一些菜 把刹车都踩猫烟了 好了老弟们 来继续出发 歇了几分钟 老铁门好像刹车给粘住了 还有什么情况 怎么走不动了 刚才的那个刹车磨得太热了 然后突然间拉得很紧 然后给卡住了 现在好了 我刚才现在挂的爬坡档 爬坡档加前后刹 这样会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坡太陡了 不行 你看这个爬坡档啊 我挂的而且啊 刹车我都真的是已经踩到底了 他还是往前往前滑 如果挂的爬坡档 然后让他自由放行的话 直接放下去啊 直接那个充电电流都达到六七十按 老铁门真的达到六七十按 然后电池那都保护了 电池一保护 他这个电就不往电池里面去 直接再返回到电器 那个电机就开始转起来 不知道看三水的其他老铁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 就是这个下坡的时候 你本来是踩刹车的 但是他这个电机会发电 发了电之后 他本来正常情况下是挂到这个 是冲到这个电池里面 结果呢 电流太大了 他冲不到电池里面了 他又把这个电重新的返还给电机 然后呢电机啊又加速 所以啊 这也是这个电动三车车的一个 一个毛病我觉得